自驾去西藏是近几年最流行的尽早方式之一 所以近藏路上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神车 从几千块的二手车到几百万的豪车 其实不乏一些很牛的车辆 比如下面这五种车 第五名 家长版林肯 前不久久马在川藏线上就看到过一辆家长版林肯自驾川藏线 五六米长的车身走起来确实有点困难 比如像陆江七十二拐这种地方开起来估计会让司机疯掉 第四名 奥拓 有一句话叫没有进不了藏的车只有进不了藏的人 只要你敢去开着破奥拓也能走完顶茶茶也能到珠峰大半天 而且开着破奥拓进藏的人还真不少呢 第四名 法拉利 法拉利自驾川藏线把保险公司吓坏了的事件应该很多人都听过 虽说最后也坏了好几辆车 但这种挑战精神还是让人佩服的 第三名 汉马 汉马这款车简直太适合自驾西藏了 越野性能强 底盘越高 就算再差的路况也能应对 什么摩托呀 丙茶茶呀都不在话下 第二名 木马仁 木马仁是公认的外形最帅的车 加上次驱的性能 开着去西藏又能拍照还不怕路不好 走在西藏的路上回头里绝对百分之百 第一名 武林洪光 要说近藏路上啥车最牛 武林洪光感觉第二 没车感觉第一 就连当地人也很多开着武林洪光穿车在藏区的路上 空间大 动力足够省油 扎西德勒 我是卓马 我们是专业做香港 澳门及海外华侨人士 到西藏旅游的旅行社 如果你想去西藏旅游的话 欢迎连续卓马 卓马的微信号是 T-Bite2030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